三重继日前9月10月开出了统一发票200万特奖之后 这一次11月12月再度开出了200万特奖 得主以一张130元的特餐发票成了200万元的幸运得主 去年底三重才开出统一发票200万的特奖 这次特奖又再度在三重出现 消费者购买130元的套餐就成了200万元的幸运得主 那我们很恭喜这位消费的民众 他只有买到130块这个牛鸡特餐就中了200万这样 我们非常恭贺他 那也希望民众在消费购物的时候 尽量收取统一发票 这间位在三河路上的连锁餐厅 就是这次开出200万特奖的消费地点 业者除了恭喜这位幸运得主 也觉得沾染了得奖的喜气 他在早上的时候消费 那他来买的话就是我们的牛鸡双宝 对那就是针对一碗饭 然后一杯红茶跟一个小菜泡菜这样子 130块对我们恭喜他 经济不景气这特奖200万元 还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下次购物消费时可别忘了索取统一发票 说不定下一位幸运得主就是你 另外一篇新闻沈志永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